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你比我红 有多红 上次你介绍的高点之后 很多人问 这个阿沈是谁来的 他的东西好得啊 这样啊 虽然戴口罩已经骂来的 阿沈 我小你很多 是啊 你小我很多啊 如果不是就是阿婆啊 是呀 因为其实也很开心的 上次的节目之后 多了人知道我原来有做这些东西 其实不知道 因此是陰公之前 他就是靠他样子搵饭吃 已经没了已经是 有个客人就传了个信息给我 就告诉我什么时候有这些高点买 因为原来他说他妈妈就进入了老人院 一个星期就会有两次去探他妈妈 他说以前一直都是买一些西饼 过去给他吃 他说你知道你出了这只高就好了 他说什么时候可以买 他可以买给妈妈吃 其实我相信很多很孝顺的子女 真的不知道买些什么给老人家吃的 是呀 你说你去买一只饼 老实说真的不好 老人家其实已经吃得清淡一点 你就去买一只饼 但你不买你又好像觉得批欠了他 是 而且外面有些有很多很甜的 就甜得很浇灌 要么就落到很咸 所以我其实都跟着这条路去做很多东西 你知道我又认识你了 你也一百年多了 那我又不敢乱拿东西给你吃 但拿到好东西当然 今天拿好东西给你吃 喂 过年已经播出了 你别吃了 我利是都给你两个小孩了 那你还做些萝卜糕和芋头糕做什么 因为这段时间疫情 我发觉很多朋友做早餐做午餐 都做得很饿饿的 对了 已经吃了 我就想这些日本萝卜很漂亮 芋芋都很英俊 日本萝卜 日本萝卜 是很大的 大根 我就跟师傅谈 跟我做萝卜糕 我师傅正是 端午都来 做萝卜糕 做吧 麻烦 好 做吧 我反正也是 做萝卜糕 然后他说 池光倒流过年 因为我的萝卜糕 我是在台湾 导飞一些大甲萝卜糕过来的 大甲是台湾 是很出名出萝卜糕的地方 我有行家 过年那时 因为过年那时我有出过 已经说我 他说你不是傻的 因为萝卜糕很重称的 搭飞机过来是很贵的 我是傻的 但是是不是很好吃 过年那时你吃过 我其实什么垃圾都放在口上的 反而是 我一拿回去给我老婆吃 我老婆第一件事 晚上吃完之后 你明天是不是再看到萝卜糕 多两盒过来 你只要知道我不买的 我只要拿 对呀 然后我再过来拿 我没办法 我很贪心 他从来都没有找过我多少钱 但是真的很好吃 所以他说你又搞什么 做完那些糕糕之后 兴奋的就是突然跑到萝卜糕 原来因为现在是萝卜当做 日本萝卜 其实它不是完全多 日本现在长年都有萝卜的 我看到这两批萝卜很漂亮 所以我说反正可以做吧 因为很多人可能买两底糕 宵夜也可以 早餐也可以 好了 你再说一下萝卜有什么好 觉得这个时候 老人家 留下老人家 吃不吃得呢 好吃 不好意思 我要脱一脱 我刚才问他 你真的试吗 你试的时候不是要脱口罩 脱就脱了 脱就脱了 你不要脱口罩就行了 萝卜其实日本人真的很聪明 我觉得某些吃的方面 他们有一些想法 有时候吃一些烤肉在日本 你面头有些萝卜给你 萝卜是可以烧脂 好像是烧滑那样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 就是说给老鼠 天天狂给一些高脂肪的东西吃 令到他的血管是差不多闭塞的 可以给血走的地方也很少 但是同一时间 然后他又给高脂肪的东西吃 亦给萝卜吃 他的血管是痊愈的 会令到血管年轻化 血管软化就不是老化 我就是那只老鼠 是的 那你就要天天吃萝卜 还有你记住 萝卜里面有一种物质叫二流青酸子 萝卜自己本身应该是这样说 它是没有的 它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但是你要经过嘴咀 或者变磨了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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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现在是嘴咀 这种二流青酸子就会出现的 这种东西是好东西来的 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我们不用尽得这么辛苦 因为时间关系 我已经变磨了变成茸 放在萝卜里面 所以你过年的时候 是否觉得萝卜好好吃 不是 现在这个也很好吃 我做萝卜除了有萝卜条 我用萝卜拋 通常做萝卜都是磨一丝丝的 我是用手切的 全部用手切的 師傅用手切 不要吃那麼多 不用吃飯 不要理我 全部用手切 兼加有蘿蔔蓉在裏面 所以你會覺得特別香 是不是 特別有蘿蔔味 是的 很有蘿蔔味 還有很對不起 可能你會覺得淡口一點點 因為我沒有加味精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鹽淡的話 你可以加豉油之類 但是如果有些人真的不想吃那麼鹹的 你沒得選擇的 是不是 如果你覺得淡就加豉油 或者加一些XO醬 你覺得味道 老實說 早上起床 拍兩塊都挺好 煎兩塊六八糕 你怎知道吃兩塊 我不覺得你會吃兩塊 不少 吃兩塊早餐 你送得少嘛 你弄了一盒 我一家那麼多人 每個人都要吃 你說死不死做朋友 除了要餵飽他 還要餵飽他所有的家人 真的 家裡的姐姐也有關我事的 家裡的姐姐 多得你不少 她不用做事 你明白嗎 Hit it 那個蘿蔔糕 然後她就拿紅色的餅飽 認識這些朋友 試一下芋頭糕 好了 芋頭糕 這個芋頭糕是將我對芋頭糕的改觀 就是因為這個芋頭糕 因為它特別軟 還有大甲芋頭很有趣的 如果我除了把它做芋頭糕 我又把它做蛋糕的 它把它做軟身之後 把它磨溶 大甲芋頭不會一劈爛的 它是會有一粒粒有咬口的 所以我很喜歡吃大甲芋頭 如果有很多人會吃 它都知道大甲芋頭是好東西 我為了這個大甲芋頭 飛了兩次去大甲 因為我一定要做好的芋頭糕 過年前 我就聯絡了那邊的農民 它種的時候 我也知道 它收成的時候 我就特地飛了過去 一天 早上去 晚上回 然後它看是不是瘋了我 接著就是看農民 不是大埔 是大甲 是啊 台北還要下去 然後看到它們整批芋頭收成 試了是可以的 我就覺得很安樂地 跟香港這邊的師傅說 可以了 我有一批很漂亮的芋頭 回來給它做芋頭糕 這批也是大甲芋頭 它的檳狼糊是零瀉 咬到口是很軟滑 但是又不是軟滑滑 很香芋頭的味道 那它吃光了 我嫌你說也少了 是不是 我先打翻 我先打翻 因為輪到它說話 你也不要這樣 大哥 畢竟是健康蛋 不是健康胃耳 喂 大家做這麼久的朋友 你也知道 撐住 說一下芋頭 芋頭其實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非常有益的 它有很多礦物質在裡面 不同的礦物質對身體很好 以前有人做過研究 它是可以抗癌的 是嗎 它裡面有一個物質 是可以令到我們身體 一些壞的細胞 可以令到它復原 有一個抗癌的效用 所以其實它做了高 第一就是方便大家 可以做早餐 午餐 宵夜都可以 另一件事就是 起碼吃得健康 但是大家總之要記住 因為現在家裡有小朋友 又有小朋友 又有外人家 這些是有多新鮮 因為這些時候 五、六月 四、五、六月 無端端有一些鵝八糕 有一些芋頭糕 這些是不是人放得久 是啊 我只是想問 你可以大一個擺開 因為我沒有防腐 如果你要加防腐 一定兩個星期都可以放到 但是我不加防腐 但是我想告訴你 你買這些高回來的 最重要是油 還有臘味 我臘味很緊張的 因為臘味裡面是什麼東西 還有臘味 我的臘味不可以太鹹 總之我很煩 這些真的 令到我很頭痛 是一個食家煩 我不是食家 我這個非食家吃 就覺得很適合 多謝今天 OK 你繼續 大家如果想 好像 惠儀繼續有什麼介紹的話 隨時我又抓他們 其實這些沒什麼的 你們隨完才買到 真的沒什麼 他貪慣弄幾件在這裏 師傅真是反面 但是你想繼續知道 有什麼新鮮的 好吃的東西 那就記住了 怎樣 健康蛋 按鐘仔 記得了 按鐘仔 訂閱了 OK 謝謝 謝謝